字幕君 字幕君 我们刚刚现在这个状态是用字录的线样下 所以每一个图层这里都有一个这个记号 所以你用这样来分辨你就知道了 现在的这个档是我们用字录的方式做出来的 接着我们现在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做档案里头 那你看我现在会有个问题发生 我再按一次B我再拉进来 可是它一直都不会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B就是这一个 懂吗 所以现在你的B已经存在了 所以你再拉它不会理你 所以为了要再多一次做法 所以我必须要先再另存一次新档 好 看一下啊 另存新档 好 那我一样把它存在桌面上 比方说这个呢 B我把它改成01 等一下那个我把它改成02 这样来分辨 好01改好了 确定 接着我再回来这里 我就可以再一次把B放进来了 那因为我是要分开开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只有两个标签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图 我都是要直接先开在画面上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学起来 1的位置就变成到这里了 不是在画面上 这样 所以它就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出来 对 好 接着你看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 是个A接着要放 所以把A这个图拉出来 然后呢你找到刚刚B的这张图 让它两张互相堆叠的形象 来到A这张以后呢 按住它拉进来 哇 你有没有看到跟刚刚哪里不同 它变得很大张 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用字入跟不是用字入的形象 会出现的差别 字入通常它会主动的帮你安排接近的大小 但是如果这个图呢 它会计算它原来图片的这个尺寸 它的这个尺寸 它会计算这个尺寸直接放进来 所以叫做圆寸 所以这时候你就得要多伤脑筋 是什么 万一你需要它刚刚好怎么办 我现在把这个关掉 我就得要做这个了 有没有 你看这么大 所以我就要重新去调了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你不见得每次你的药的那个范围 是需要刚好的 比方说它左右是不是不够 因为它要限制它的高一样 那宽是不是自然而然不够 那这个情形下我是不是可以自己随便调 反正它这是光晕嘛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需要比例正确的画面 所以这时候我如果进入到正在调整那个变形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乱拉 我只要高兴就好啊 有没有 所以这时候这种素材 它就没有说特别要限制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符合原来的比例 因为它只是要做这种光晕的画面 因为它只是要做这种光晕的画面 好 这个时候我把它调到方好全满 因为这样我是不是比较好做 所以两者之间都有各有好坏跟利弊 所以是要让你稍微分辨清楚的 好 这个打勾了哦 那紧接着我再继续放一二三这三张图 顺序都没关系 你看哦 接下来我要放蝴蝶类 一样把蝴蝶拉出来 再把它按住 拉进去 好 蝴蝶是比刚刚大只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两者的差别哦 好 再来放这个猫咪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拉 这个技巧比较难 按住它 不要放 然后碰到这个标签 等它切换过来 拉回来画面 放开 这样子 对 没错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跟你讲的 好 我现在把它先拉完 好 竖 拉进来 有没有 好 这些呢 没有用的就都关掉 请他回去领便当了 好 那你接着看哦 这里的它就转变成叫什么 涂层挤 涂层挤的 然后呢 它这个呢 没有那个四方框的符号了 所以代表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放进来的素材呢 它全部都是一般涂层的状态 那这个呢 它所显示的呢 它就要按照那个 名称的命名来显示哦 我把那个图片的档名来显示的哦 有没有 然后呢 它都会给它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好处是什么 你注意看哦 好 我 我只要以这棵树来说 这棵树 如果我把它做那个变形的处理 我把它放到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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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 接着呢 我再把它打开到很大很大很大 这么大 树是不是看起来还是蛮清楚的 好 那你看这个我做一样的事哦 树呢 我把它缩小 缩到很小很强很强很强 好 接着我再一次哦 再放大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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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有没有 要输哦 所以这个是智慧行物间它的优点 这个就是没有智慧行物间以后产生的缺陷 只要你用到变形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不好的现象 对 那不是不要用 因为什么办 你看哦 比方说我现在要擦 我这里用橡皮擦对不对 对 我要擦妈咪 那我们一般擦妈咪 是不是一般涂层直接擦 就可以擦掉了 好 那我现在要来智慧行物件 我要擦妈咪 那我要擦 哇 不能擦 有一个禁止符号 擦了以后 然后告诉你 你确定你要擦吗 你要擦的话 把它变成一般的涂层哦 你如果按了确定 它的符号就消失了 你才可以擦哦 那可是这样 你是不是智慧行物件 就没有了 对 所以这也是智慧行物件的隐忧 你要注意哦 好 没关系 你都测试一下 对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是算比较高段的使用了 但是呢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 在初期就会面临到所谓的 智慧行物件跟置入的问题 所以倒不如这个时候 我尽量的让你理解一下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在将来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会比较懂得怎么利用它 那这个单元很简单 我们要理解的部分成分比较多 主要就是要请你认识 这两个方式就是说 当我在准备一个画面的时候 我是怎么准备出来的 那当我在把很多素材 集合在一个画面的时候呢 我有两种考量 我要用智慧行物件 置入的方式做出来 还是要全部打开以后呢 一个一个放进去放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呢 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哦 我用智慧行物件帮助比较大 还是用一般涂层的现象帮助比较大 在最后最后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转换哦 智慧行物件 我们刚刚不是擦 橡皮擦可以解开吗 那换句话说 一般涂层 也可以在准备完以后呢 再把它变成智慧行物件 所以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但是呢 你在准备的初期 你稍微留意一下 你想准备成智慧行物件的状态 还是要做成一般的状态 哪一种比较好做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决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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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